四月份种下的南瓜 它们已经来园子里采摘了很多走 现在天气转凉了 今天把老的南瓜摘回家 从6月14号上传第一个视频 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每次拍视频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拍什么呢 我要呈现什么样的内容给你们呢 每天想这些想得头痛 所以就不想了 拍视频的初衷 就是想让大家看到 健康生态的农产品的种植过程 所以我还是不忘初心 每天就拍一些我这个小农场的 一些建设过程 还有这些果树的种植过程 以及它的生长过程 让你们见到不一样的 新型的职业农民 这个是变异的大南瓜 这么大一个 你们猜一下有多重 哇 嗯 哦 嗯 嗯 嗯 这一大堆南瓜是我冬天的口粮 看来今天只能吃南瓜餐了 吃南瓜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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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鸡肉 鸡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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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光是老南瓜不下饭 还是掐点南瓜尖尖回去炒吧 你们那边也会吃南瓜尖尖吗 把尖尖上的劲去掉 然后洗一下焯水 炒好水的南瓜尖尖用凉水冲洗一下 把水挤干 把它切得很细很细 加点葱和大蒜 烧热加入菜籽油 下生姜大蒜炒香 然后倒入南瓜炒一下 加入清水加点盐 一起煮一下 最后用水淀粉收汁 一盘美味的炒南瓜尖就出锅了 今天我吃南瓜餐 老南瓜 南瓜尖尖 我要开动了 哇 好滑嫩的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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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滑嫩的鸡蛋